我就買過全屋保險 我知道裡面有些是保證的成分 有些是非保證的成分 喂 其實為什麼保險公司不將所有都做成保證 那就大家開心 又不用煩 好像銀行那樣 幾正 為什麼又要加些非保證進來 就是是不是全心腸騙我們呢 但我覺得一定是無可避免地 要套一個非保證的頭盔在這裡 因為越漂亮越好的東西 那就如有可能是騙案 這個世界有保證又派高息的東西 大家都想要的 就好像那些567 但是其實它要是非保證 它才會有更大的潛在收益 譬如說你是做風力發電的 你做水壩發電的 你一下子水壩塌了 其實就什麼都沒有了 但是這些計劃 它是會有更好的潛在收益 我要有潛在收益的話 我就要有潛在風險 有風險的話就是不確定性 不確定性就是非保證 越是保證的東西 其實它本身的收益又是少 本身就是跟投資的世界 又要保證又高的話 它是不存在的這件事 是啊 如果有個男士 有個女士跟你說 她保證愛你一萬年 你聽起來都覺得很奇怪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要去求這件事的話 其實我覺得你潛意識之間 都知道這件事是不可能的 但是你又想要這件事發生 然後就走來問我們有沒有這樣的東西 那我太誠實的 我就會跟大家說沒有 但是大家聽完我說沒有 就走了 不理我會睡 其實如果大家想要一些百分百保證的東西 其實就放在銀行的定期 就最好了 哇不是喔 sorry 銀行都會擠提 還有其實銀行倒閉的機會率 是比保險公司都很高 當然香港沒有銀行結倒閉的一個潛市 還有剛剛這個銀行的存款保障 都提升到八十萬 但是我一定必須要更正你 真的不是百分百 這個世界有些什麼是百分百的呢 沒有可能 但是我明白你的意思 就是保證的定期的確是一個 就是穩定性比較高的一個工具 或者可以說是對大家來講 風險是最低的東西 風險最低的話 這樣幾乎保證 但是實際上它都有一定的風險在 就譬如我們其實行內有一種叫做 Vis-free的assess 就是沒有風險的一種資產 那樣東西就是美國的國債 那你說美國是不是會不還錢呢 沒有人說100%一定可以還足錢的 真的可能0.001%不還錢 其實都是一個風險來的 我們將這些東西 全部放在幾乎保證的資產上面 那其實收益相當比較小一點 因為那樣東西幾乎一定會給你 但是就是因為正如剛才Adriana所說 就是有一些部分非保證的東西 而那些東西是放一些比較高增長的東西 譬如是一些新興的市場 或者是一些股票的市場 那些東西是一個潛在一個很大的收益的 就是靠這一部分去拉高的 為什麼要分一半 或者不是一半 一部分是非保證 一部分是保證 就是令到你投資其實都一樣 你自己做投資都一樣 你一定要有一部分是穩穩陣陣 那有一部分呢 就是博它可以再增值多一點的 這樣才是一個比較穩健健康的一個投資組合來的 是啊 所以其實那個結語就是 就是都跟剛才說 究竟買定期還是買儲蓄好一點 其實是唯一對的答案就是賠置和規劃 根本保證和非保證的資產類別都是要有的 兩樣東西來的 就是一個是兼顧安全性和一個兼顧即時的現金樓 保證的你就即時拿出來 如果我有什麼而不知 但是非保證的東西 它是我的disposable income 就是它是一個可支配的資產 我忘記了它 它就慢慢在那裡生 本身就是一個需要去用一個餅 然後分成一塊塊去處理的東西 我覺得又不需要太過說 即是局限於自己 我一定要是全部都是非保證的 或者全部都是保證的 不一定的 是不是 就是本身最好的做法 就是兩樣東西都要 我可以很貪心地兩樣東西都要 都沒有問題的 好像我們叫飯一樣 叫兩頌飯 可以啊 那就不用只吃一隻菜 如果萬一那隻菜不好吃 那你也有另一隻菜吃 拜拜